各位好,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我是裴函 今天是2019年的6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23 时间来到下午的两点钟,我们一起来浏览一下新西兰全国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明天奥克兰将会是晴见多云的天气,气温是4到15度 霍林顿明天多云,气温6到12度 汉密尔顿明天是晴天,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零下1度 南岛基督城明天是晴天,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零下1度 而黄后镇明天同样也是晴朗天气,最高温度10度,最低温零下1度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刚刚收到一条突发新闻,Amy Adams宣布退出政坛 国家党的国会议员资深的政治人物Amy Adams 今天突然宣布将会在明年大选的时候退出政坛 这一消息非常的突然,让很多人表示大跌眼睛 Amy Adams发表声明说,作为Sylvan选区国会议员 以及国家党的党团成员,已经在国会服务了差不多12年 做出退出政坛的决定并不容易,但是她觉得 在这个时候应该更多的考虑家人,对于未来非常的期待 Amy Adams从2008年开始就担任Sylvan选区的国会议员 是国家党的财经事务的发言人,以及影子内阁的检察总长 她还说,辞去自己的财经事务的发言人职务 那么她表示呢,对国家党在2020年大选的这个前景非常的有信心 也对党魁Sylvan Bridges将带领国家党赢得大选,深信不疑 Amy Adams强调,她的决定是个人做出的,只和她个人以及未来的生活有关 Amy Adams在国家党内排名第三 曾经是担任国家党的政府司法部长 在去年Bill English辞去国家党党魁的时候呢 Amy Adams也是党魁的竞选者之一 好,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昨天晚上的10点左右,奥克兰出现了首起电动滑板车致死事故 在奥克兰市中心,一名59岁的男子倒在行人道上 旁边呢,还有一辆Lim电动滑板车 根据了解,这名男子呢,是从位于Hopson Street电力公司Vector附近 骑着电动滑板车出发的 那么目前呢,尚不清楚他的死因 警方已经排除了这个有他人参与的可能性 Lim公司的首席发言人听到客户的死讯的时候呢 表示,整个公司都是非常的难过 他说,公司已经和警方等机构联络 想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在今天早上,就在事故发生地 仍然有数量Lim电动滑板车等待着新的顾客 事故发生地被警方用隔离带围绕 那么现场呢,可以看到一小块的血迹 奥克兰交通局的发言人表示 警方还在调查事故的过程 他们没有办法进行更多的评论 警方希望任何目击此事的市民能够拨打 093026400为警方提供更多的信息 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新西兰最新一期的乐透开奖 汉密尔顿一名男子赢得头奖 那么这名男子呢,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中了大奖 最后呢,他是领取了1020万纽币的奖金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子 在乐透官方的新闻稿中说 每个星期天的早上都是例行公事 在吃早餐的时候呢,检查自己的乐透彩票 他表示,数字5是他的幸运数字 对讲的时候呀,看到这个5第一个跳出来 当时他就想这是一个好兆头 那么对讲继续 这名男子呢,看到自己的彩票同一条线上 匹配了前三个数字 然后呢,他就开始有些激动了 他说,接下来三个数字也全都匹配上了 他马上就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他凭空多了1020万纽币 他说,我成了千万富翁了 那么在告诉大家自己中了头奖之前呢 这名男子声称自己中了25万纽币的乐透大奖 他邀请了自己的孩子们吃披萨 那么在聚会的时候,他是突然宣布 其实自己是中了千万级别的头等奖 奖金是1020万纽币 尽管孩子们呢,是花费了一点时间来理解 但是呢,仍然是爆发出了欢呼声 根据了解,这名男子呢 计划把他的这笔意外之财花费在旅行上 他表示,去欧洲过夏天好像不错 那么根据了解 中奖的这张彩票呢 是在汉密尔顿的一家书店售出 6月15号星期六开奖 那么这也是今年目前为止 强力求彩票的第十次中出了 好,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是裴寒,再会